最近被各国大量使用的视讯软体Zoom引起争议 上周新闻网站猫的波尔披露 当苹果iOS产品用户安装Zoom软体之后 Zoom就会擅自与脸书分享用户资讯 潜藏资安隐忧 去年Zoom还被爆出在Mac上有资安漏洞 原始Zoom可以让任何网站在未经许可之下 把用户连接到Zoom会议并且开启电脑镜头 除此之外还有Zoom邦柄 恶作剧攻击 更现在还有一个安全漏洞被发现 恶意攻击者可以利用Zoom窃取使用者的Windows作业系统凭证 据悉Zoom的创办人员征来自中国山东省 Zoom拥有超过500元的研发团队落脚在中国 日前自由亚洲电台引述台台台湾中央研究院 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陈灵志的看法指出 考虑到科技公司如华为小米泄露民众各自的介入 一家研发团队都在中国的公司 很难让人不保持警戒 目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和美国太空总署 都禁止员工使用Zoom 新唐人亚太电视中麒麟综合报道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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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